时间回到了1934年 郭刚林调任共青团上海渣北区委书记 同年1月12日傍晚 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伦兄 现在我很能安静 脑袋似净水一样无波纹 我不希望什么 更不为失望而悲谈 我进来还能读点书 亦能读书 所以杂念也已消失了 中秋节快临了 你们又忙着请客了吧 我们犯人一年照例有三次特许的买牛猪肉吃 如没有钱 那就只有望肉而心探了 八月节离我们还有半个月 不知你来得及请我否 好 指完了 下次再谈 祝你努力保重 狱中阴魅锦上 八月二十六日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烈士郭刚林仿佛向我们迎面走来 抑或是我们带着自己的情感 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 他是斗士 也是妹妹 他有着对家人的柔情和不舍 更有着对民族和国家的思考和责任 我就觉得郭刚林夜市也是非常调皮可爱的一个形象 我们通过读家书的这样一种方式 非常沉浸式地进入到了他的生活 他的故事当中 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我今天离历史可以这么地近 这么地亲 好 好